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燕 这个老人有时候会说些老话 对年轻人来讲 你们讲这些不聊得很 但是我跟老朋友聊的话 你就不觉得不聊了 我们来说 生离死别 你听过吧 不只听过 我们还经历过 我记得小的时候读朱自清送他的儿子 儿子坐了火车 看着老爸一步一步地那么过去 这个驱隆着背 那不想往前走 清清楚楚 背影 人常常有些事是意外的 没想到 比如说 你跟你的孙子玩得很好 哦 幼稚园你带着他走 小学你接他回家 中学了 高中了 读大学了 赴兵役了 或者是出国了 你到机场送去 那个感觉 你知道 自己年老了 感触多 还有呢 就是死别 黄泉路上没老少 谁都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去世了 你心里也会有感触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老朋友 生离死别是这个世上的一种现象 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 生离 离开了你 它也许有发展 它也许有更好的这个地方可去 它也许振翅远飞等等都可能 死别 我们要想想看 如果它的病痛 痛到不能够在什么 现在的医药不能把它治好的时候 它去世 对它来讲不是解脱吗 若是它是基督徒 我们更清楚地知道 它到哪里 我们将来到哪里 仍然还可以在一起相聚 而且没有病痛 也是好得无比的一个事情 亲爱的朋友 记住了 坦淡了生离死别 让我们好好地把今天活得愉快一些